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opConChina2021的会场 我是来自华云云云生开源团队的吴雷 接下来将由我和我的同事王雷博为大家分享 基于我看到的迷在线业务混布技术探索这个话题 本次分享将从我看到项目简介 混布技术的需求背景 整体技术架构和细节 用户落地案例四个方面 为大家展开详细的介绍 我看到项目是CNCF下首个容积批量计算项目 也是业界首个基于K8S的高性能批量计算引擎 它补齐了K8S针对高性能计算场景 缺失的一系列重要机制 有统一的批量作业接口 作业生命周期管理 高级调度策略和异构设备支持等 该项目至2019年6月开源以来 迅速受到了业界的青睐 并在2020年4月成功晋级为CNCF杀箱项目 截止目前 社区已经获得了超过2000个Star 聚集了遍布全球的开发者 其中包括众多的行业套机企业 如华为 腾讯 百度 IBM 惠普 和亚马逊等 我看到提供的主要特性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我看到提供了丰富的高级调度策略 包括 刚Scheduling FairScheduling等 这就使得我看到可以满足用户多样化的调度场景需求 第二 我看到支持多种作业生命周期管理 等于我看到灵巧的设计 用户既可以直接使用统一的我看到Job API 来支持各类计算场景 也可以使用诸如TF Operator Spark Operator等 配合我看到完成作业管理和调度 而无需进行任何的适配工作 第三 我看到具有强大的多元算力支持能力 它支持 诸如GPU FPGA X86 ARM 昆盟等多种 异构设备和架构 第四 我看到针对高性能计算场景 在扩展性 系统吞吐量 网络 容器运行时等方面 做了很多的性能优化的工作 相比于K8S Mode调度器 我看到在高性能计算场景下 性能表现出色 根据我们的测试 得益于高Scheduling等 高级算法的加持 我看到在AI分布式训练场景下 能有效地解决思索 盲能等问题 性能提高30% 而Task Topology 和IoAware等特性的加持 使得Io密集型作业 调度性能提高31% 在大数据场景下 我看到能有效地解决资源竞争问题 性能可最高提高40% 截止目前 我看到已经形成了丰富建筑的生态 落地用户 遍布 互联网 金融 能源 制造业 云服务提供商 科学教育等多个领域 已知的超过50家落地案例中 我看到为企业的降本征效 做出了结束的贡献 社区开发者生态表现强劲 包括华为 唐讯 百度 IBM 汇普等 众多的高度玩家 纷纷加入了社区贡献 我看到当前最新版本为1.4.0 在前期的版本中 我看到提供了 针对HPC和AI场景的基本能力 12种北向计算框架的支持 资源预留 资源抢占 作为回填等关键能力 已经落地 2021年 市区针对大数据场景 做了大量的工作 包括即将发布的成绩对立 支持 它是个依赖调度等 2022年 社区将提供混合部署 GPU共享 动态调度和冲调度等 关键能力 接下来 请王立博为大家介绍 我黑脑混合部署的技术方案 大家好 我是来自华为云的架构师 王立博 今天我这块主要分享 这个混布技术 以及资源超卖技术的探索和实践 我们能看到说 其实第三方机构的 据第三方机构的调查 服务器资源整体的使用率 只有10%到20% 这其中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是不同的业务 需求对资源的需求量 随着时间的波动 其实会有一个 波分和波谷 那如这个图上所示 那我们能看到 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一个常服务 我们能看到 其实在它的波谷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它的资源使用率是非常低的 那另外 另外一个这个相对来说 资源使用率低的原因是说 我们很多的用户 它是为了达到荣灾的需求 对它的这个资源的申请 是按照这种业务的峰值去申请 那右下角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到 那它的资源申请量 和它真实的这个使用 真实的这个使用量 之间会达到5B的一个差距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把这种 波谷 波谷时段这种空闲的资源 以及这个request和use的 之间的这部分资源 能够进行一些这个复用的话 那汲取那这个整体的资源 使用效率就会达到一个 更高的一个水平 那我们来看 它对于这个实验的要求 并不是很高 但是对于吞吐的要求比较高 另外的话就是 它的SLO的 SLO的这个要求 相对于在线业务来讲 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 另外的话 它允许这个任务 进行一定的重视 以及失败 失败重视等等 那所以说我们把这种 长服务或者这种 离线的这种业务 混合在一起 可以达到一个 这个资源消防填骨 提升这个资源使用效率的一个效果 那由于历史的原因吧 这个各自不同的这种 细分的这个大数据 AI GPC 细分的这种技术体系 都形成了这种 这种烟囱式的这种架构 无法实现这种资源池的归一 然后技术站的统一 所以说整个运维的成本比较高 那随着这个K8S的 这个发展和成熟 目前的K8S已经能够非常 良好的支持这种 大数据AI GPC的这种任务 那所以说目前 以K8S为这个核心的 这种原生的基础设施呢 已经成为混合技术的 一个主流的一个方案 那我们认为 混合技术的眼睛路径是这样的 那就像自动驾驶技术一样的 那它会分为 多个不同的阶段 那对于混合技术来讲 那我们能看到说 在初始阶段 L0的这个阶段 它的资源池是独立的 技术站是孤立的 是割裂的 那到L1的这个阶段 首先我们进行技术站的统一 那虽然资源池是独立的 那到L2的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种 同固的业务的 这种小的资源池 进行一些归一 在L3的这个阶段 我们就可以很好的说 这个对资源池 进行一个归一和共享 那多种不同 这种离线的业务 以及在线的业务 可以在一起混合部署 消防填骨 到L4的这个阶段呢 我们能看到说 可以实现 跨机群共享资源池 当用户提交一个任务的时候 那这个任务可以被智能的调度到 最合适的一个地域 然后在这个最合适的地域里面 给它选择一个最合适的一个机器 那这个最合适呢 用户可以定义不同的这种策略 比如说成本最优 比如说效率最优等等 那这个横坐标呢 我们是代表的是基础难度 纵坐标代表的是收益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混布设计 混布设计的一个目标 那首先呢 在实施混布 在离线混布之后呢 我们要优先保证 在线业务的服务质量 那这是这个基本的一个前提 在那个第二块的话 就是要保证在线业务 保证离线业务的SLE 就离线业务它不能被无限制的 这种重拾和压制 第三块呢 就是保证在线业务 离线业务服务质量的前提下 能够最大限度的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那第四点呢 要明确定义混布技术相关的 一些关键性指标 比如说利用率提升的幅度 业务的干扰率等等 这样呢 这些指标可以帮助这个用户去 去分析他的业务里面 哪些业务是在当前 这样的人适合进行混布的 哪些业务是不适合进行混布的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统一的用户体验和简单的运维 那我们通过引入混布这个方案之后呢 用户的资源使用效率得到提升 那我们同时呢 我们不希望说引入过多的这种 用户体验上面的一些差异 导致用户体验 用户使用起来非常的复杂 或者说是这个运维 非常的复杂 那我们来看一下混布的一个技术架构 那在最上面最上层呢 我们能看到说 不同种类的这个在线业务 以及零件业务 通过这个作业的提交 提交到这个KYS 然后呢 通过这个Vokino的调度 这里面我们选择的是 这个Vokino调度引擎 通过Vokino的调度 为这些工作负载 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节点 那在节点上面 通过OS以及Kublet等各方面的增强 为我们在线业务和离线业务 实现全方位的一个资源隔离 那在这里面的话 主要涉及的两块关键技术 第一块的话是这个统一的调度 那Vokino呢 我们目前的单实力 可以支持一秒 1600以上的这个Po的调度吞吐 可以满足这种关键的大数据 AI HPC的一个调度吞吐 那另外的话 第二块的话就是 多例行业务智能混合调度 这里面的话 Vokino现在里面 已经实现了非常丰富的 一些调度策略 比如说应用拓扑感知 然后资源的预留 作业排队 公平调度 优先级调度 然后资源的抢占和回收 那对于这种在线的业务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提供在线业务和离线业务 基于时间的一个调度策略 实现资源的分时复用 那这个时间的这个 时间的这个策略呢 我们支持这种用户可以指定这个时间段 让这个在线和离线进行这个资源的分时复用 也可以是全时段的这种资源的分时复用 那关于隔离这块的话 隔离是保证这个在线业务 不受在线业务服务质量的关键的一个手段 这里面的话主要包括了这个 比如说CPU和memory的隔离 那主要是以Cgroup实现基本的隔离 同时呢 CPU就是实现的是在线业务 对离线业务的一个快速的抢占 以及负载均衡 然后以及对这种离线任务的一个绝对压制 另外的话 在这个实现这种R3的这个Cache的一个隔离 那我们知道其实离线任务 它其实一般运行起来之后 它对于资源使用率 资源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 同时它有可能会把这个整个Cache 可能给耗尽 那当这个在线任务 它这个使用率上来的时候 它有可能去得不到这Cache的资源 导致它的时间增加 导致这最终的Timeout 所以这个Cache的隔离也是非常关键的 另外的话 就是当发生OM的时候 然后内存回收的时候 要优先回收这种离线任务 那网络隔离这块的话 主要是基于这种EBPF 然后保证高优先级的作业 就是在线作业它的一个UQS 存储隔离 存储隔离的话 主要分两种场景 一种场景就是 对于一种本地盘 本地盘的这种IO的隔离 另外的话就是 这种存算分离 然后以这个数据写到远端 那我们知道 客户的很多的时候 它的场景 它的在线业务 它的那个规格 就是计算的这个磁盘的规格 和离线任务 它的磁盘的规格 差别都是比较大的 一般来说离线的任务 它的磁盘规格比较大 然后在线业务 它的这个磁盘的规格 都是比较小的 那混布了之后 很多时候这个磁盘的规格 成为一个混布效果的一个瓶颈 所以说通过这种 把数据写到远端 然后通过网络带宽的一个隔离 去实现这个数据访问的一个隔离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之一 那在这个方案里面 我们有两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的话就是 在线业务和离线业务的统一调度 那我们相比于像传统的 传统的这个混布方案的话 很多时候它是在线的业务 使用这种default scheduler 然后离线的业务 对于推突要求比较高 他们可能会选择一种 另外一种batch scheduler 同时这两种调度 这两种 scheduler之间 可能还要做一些资源的协调 这个整体的架构 是非常的复杂 那在这里面 我们通过我们的一些实践 我们认为目前的 Vokano对于离线的这个 离线的调度 然后吞吐率 以及各种性能优化的一些 调度策略已经非常的丰富 然后同时呢 Vokano兼容这个 KBIS社区的默认调度器的大部分 基本上所有的这种调度策略 所以说可以使用Vokano 进行统一的 在离线的一个统一调度 那第二块的话就是用户体验 那传统的一些混布方案呢 很多时候是对于这种离线的人 他们会提供一种扩展的资源 让他去实现这个 实现这个混布 那在我们这个混布方案里面 我们不管是这种在线的这个业务 还是离线的业务 对于资源的使用 使用方式都是和以前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我们会通过一些内部的机制 去简化用户面的一个 用户面的一个体验 关于资源超卖 我们刚才提了 那很多时候用户的环境里面 他的资源分配率非常高 资源的使用率非常的低 也就是说在这个物理机这个图里面 能看到说这个request和use的之间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值 那这个差值就是我们要超卖的部分 那在调度器的这个视角来看 那对于一个node 它的allocatable的资源 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 本身的这个资源 再加上超卖的这份资源 我们认为这个超卖的这部分资源 它其实是一种不太稳定的资源 所以说我们会做一些这个这个标记 那首先这个资源超卖的量 就是request减去limit 那资源的使用上面有什么差别呢 那在线的作业呢 它可以使用这种这种stable的资源 那对于离线的任务呢 它使用这种可以使用这种stable的资源 它也可以使用这种unstable的资源 在优先级上面我们会把这个在线的任务呢 分这个设置认为是高优先级 领先任务优先级相对来说比较低 那在资源不足的时候 高优先级可以对高优先级的任务 可以对低优先级的任务进行一些抢占 在节点层面 就是cublet这块呢 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呢 就是首先这个cublet 要这个根据节点的物理资源的历史情况 去上报这个超卖资源 比如说左边这个 它会把这个超卖的资源 比如说这个cpu memory的超卖资源 去更新到node对象的annotation里面 公共调度器去访问使用 那第二块的话就是 cublet会调用这个OS提供的API 去为在线任务以及离线任务 设置不同的这个QS level 第三块的话就是 当这个节点的使用率 摊升到这个超过用户配置 这个预知的时候 那cublet要对于 离线的这个任务要进行一个驱逐 统一调度 统一调度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里面 红色字体的部分 那首先呢 对于调度器来讲 它会缓存这个节点的 所有的资源信息 那在这里面 我们能看到说 就是 接点的这个 allocatable这个资段里面 cpu memory 能看到说 资段里面的cpu memory 是kublet 相当于是上传的这个超卖的资源 另外的话会有一个 oversubscription的一个 标记说我这个节点 是否要进行超卖 那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简单的扩展一个 超卖的一个插件 里面实现四个 四个这个简单的函数 我们可以去为在线任务 以及离线的任务 去进行一些预选和优选 第三块的话就是 实时的一个驱逐 当资源不足的时候 我们刚才提到了 在线任务可以对离线任务 进行进行一个抢占 另外是隔离调度 隔离调度就是说 当这个节点上面 它的这个使用率 去上升到用户配置的一个 一个上线的余值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调度器要停止 再为这个node去 去分配一些pode 当这个使用率下降到 用户配置的这个资源使用 下限的时候 那调度器可以再次开启 再可以再往这个pode上面 去调度一些新的pode 那资源隔离是 资源隔离是 我们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部分 它主要是为了保证 我们在线的任务的服务质量 能够不受尽可能的 尽可能的这个受影响 尽可能小的受影响 那主要从四个维度吧 CPU Memory 网络和IO 我们来 这个一一来看一下 那CPU这块的话 主要是几个特点 首先是在线任务 对离线任务的一个快速抢占 以及这个绝对压制 另外的话就是一个 负载均衡 上面是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两个 可以认为是两个核 然后CPU1和CPU2 那在初始的状态 我们会CPU2上面有一个 零号的一个 在线的一个人物 然后 CPU1上面有一个 一号的一个 零线的一个人物 当在T1这个时刻 用户这个时刻 用户提交上来一个 在线任务的时候 那这个在线任务 首先我们看到 它分配到了CPU1上面 那这里面体现的是 首先体现的是 这个在线任务的 负载均衡 0号和2号 分别放在两个CPU上面 那同时呢 也看到说 CPU1上面的离线任务 比1号离线任务 比进行了压制 那在T2这个时刻 用户提交上来一个 3号的一个 离线的一个人物 那这个时候 首先我们能看到的是 3号的离线任务 离线任务 接上来之后 2和3号 也被进行了一个 负载均衡 分配在两时刻的时候 当这个0号的 在线任务 释放的时候 2和3号 我们首先看到 这离线任务 它得到了时间线 进入 开始运行 那同时呢 我们看到说 原来运行在CPU1上面的 这个1号的 这个离线任务 它被迁移到这个CPU2上面 那这是 这是说 为了尽可能 少的去 干扰这个CPU1上面的 这个在线任务 这里面要注意的是说 我们整个这个 以这个 是以这个物理和微微度 去对离线任务 进行压制 这样的话 可以避免这个 超线程的一个干扰 这是一些 这是一些对于这些 干扰以及 实验的一些测试 那左上角这个呢 我们相当于是 我们将一个单线程的 一个离线任务 绑定在一个盒上面 同时设置一些CPU 设置一个Cgroup 那在1000秒 这个运行时间里面 我们去观察这个 在线离线任务 和离线 在线任务 他们获得的这个时间片 那这个schedular other 是在线任务 然后schedular add 增强 代表的是这个离线任务 我们看到说 整个离线任务 它其实已经被压制的 说它其实 获得的时间片 非常的少 可以忽略不计 在右边这个图里面 我们做的一个测试是 是说 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Redis 这个Redis这个服务 我们当成一个长 一个长服务 然后我们 把它绑在单核上面 然后向这个Redis 这个服务去 去做 压测 去发送一些 这个大量的 在第二组里面呢 我们同样是运行 这个Redis这个服务 榜单核测试 同时呢 我们会添加四个后台的线程 也就是代表的是 这个离线的人物 那我们同样是去发大量的 这个request请求 然后去观察 整个变化的一个趋势 我们能看到说 这个这个长服务单独部署 和长服务和离线 任务 混合部署 它们的整个这个 实验 是基本相当的 那资源隔离的第二块 就是内存 内存的话 只要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的话是 当这个系统发生 这个OM的时候 我们要优先去杀掉 离线任务的 这个memory CG里面的进程 保证在线业务的一个运行 那另外的话 就是内存回收的隔离 就是说 当这个memory CG 力度的这个 后台一步回收 当达到这个水位线之后呢 要进行这个 一步的回收内存 而且要进行这个 快速的一个回收 网络流量的隔离 那我们看左下角这个图 我们能看到说 其实这个 这是代表节点的 可用带宽 左边这部分 是这个离线业务 受限的一个带宽 那右边是 在线业务预留的一个带宽 那在中间的这部分 就是这个 动态缓冲的带宽 这部分带宽 是可以 可以复用的 就是 在线业务和离线业务 都可以进行使用 它是允许这个借用 但是呢 当这个在线业务 它这个 带宽需求上来的时候 它可以对于这个 离线的业务 使用带宽 进行一个 优先级的一个抢占 那这里面的话 主要依赖的就是 实现的原理 就是基于BPF的一个 首先呢 对于这种流量 进行做一些标记 统计 然后呢 通过这个控制 它发送 发送的一个速率 去实现这个 带宽的一个 动态的 动态的隔离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个 用户的一个案例 那在这个案例里面呢 用户 它其实两种不同的业务 它的大数据业务 运行在 Hadoop上面 然后 它的 微服务运行在 Cubernetes上面 然后它们会有 中间会有一个 一个 共享的一个资源池 那它的 主要的一个 问题就是 它的CPU使用率 不足20% 然后Memory使用率 也不足25% 那通过这个 我们进行这个 分时复用 进行超卖之后呢 它的这个 内存的平均使用率 从40% 提升到60%以上 那这是在繁忙的时段 从右下角这个图 我们能看到说 在这个繁忙的时段 它的 它的内存的 这个使用率 得到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 一个改善 我们来看一下 混布未来的 一个发展 那主要 三个特点 三块吧 首先第一块的话 就是 在未来这个混布的 一个集群的 一个规模 会 逐步的扩大 那我们 当我们这个 集群规模 越来越大的时候 可以被挖掘的 一个潜力 就会越来越大 可能我们更多的资源 可以去 被拿来 去做一些 去拿来 做一些资源的服用 那第二块的话 是 异购 异购的话 我们目前的 这个混布 主要是以这个 X86为主 那我们知道 X86 ARM GPU等等 他们其实 在不同的 这个业务场景里面 其实都各自 有自己的一个优势 那 那在未来 我们通过这种 通过这种 这个 多样性的算力 以及 加上这种 智能混合的 一个 调度 可以让这个 应用去 运行在最适合 它的一个 算力上面 另外的话 就是这个 不同的这个 业务例行 那在目前 我们是把 只是把这个 业务例行 简单的 划分为 在线和离线 那事实上 在在线业务里面 它其实也 按照SRA的 这个 这个要求的不同 其实也会分 好多档 离线业务 也会分不同的档 那在未来我们会把这个 会进行精细化 可能分更多的档 更多的这个档位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个 资源的一个 和这个应用的一个匹配 第三块的话 就是优化 那我们知道 现在的这个资源的 资源的一个隔离 以及抢占回收等 机制都是依赖于 这个 实时收集的一些指标 那 在一些场景下面 比如说我们这个 未来集群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 有可能这个系统的这个监控 有可能成为一个 很有可能成为一个 很大的一个瓶颈 那 那另外的话就是 当这个在线业务 它的洪峰来临的时候 这个实时 你通过这个实时的监控 再去做一些抢占和 资源回收的时候 它的那个 它那个 对于这种在线业务的 这个服务的保证 其实是 会有很大的一个实验 那 所以说在这里面 要要去优化这个 业务的一个资源画像 以及应用的画像 去做一些预测 把这个资源的一个预测 和监控两 两个手段结合起来 去让这个 混布的这个 效果 得到更好的一个保证 那第三块的 就是这个 优化的资源调度 避免资源碎片 那我们知道去 用离线的这种任务 去 去塞缝的时候 那它其实又要把这个 策略要做得很精细化 这样的话 我在塞缝的时候 可以做到 这个资源使用的 一个最大化 下面的话 这一页展示的是 这个我看到 相关的一些链接 比如说是 GitHub地址 然后 Slack channel 以及我们其实 每周都有 都有这个周会 大家那个 感兴趣的 可以去参加 社区的周会 最后的话是 有一个 我看到有一个群 然后在这群里面 我们会 可以有 大家可以去提一些 技术问题 会随时会有一些 专家的答疑 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